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六 今天的尖前滑後翔218 當然是講回今天十場沙田的私家三泥草地的賽事 講完,總結一下今天的事 首先,拍片的兩隻貼士 金剛石和連列行運 都是跑來散的 但我覺得發揮上不太好 在金剛石每晚閘 然後騎上來 沿途也放在第五位,應該要前些 然後連列行運 一直走入他的券 我覺得兩隻貼士的發揮都不太好 但當然,都是那句 他們的實力不太多 這次這麼好的機會放不到 我想我也不會再搞他 然後 嗯 嗯 對了,如果有七排會送飯的話 我們是推落不到半 對了,再次擊敗這個寬火戰區 其實挺好想的 另外 另外還有什麼呢? 場地 私家三藍,這次其實真的很公平 現在的草地越來越公平 那我就好像 因為這次的私家三藍 其實就 除了... 要是長地偏慢 直路時間也是慢的了 那但是呢 而且有些逆風 嗯 所以呢 就肯定是放頭馬不利的了 只是去到尾場 才有那些確認眼神 就小幾萬步速這樣帶回來的 而且呢 但是呢 最重要是你走三點轉彎 或者意外 啊 飛出去那一刻呢 你轉彎那天如果是太多 就很難搞的 至少你要有個遮擋 就是... 或者你好像翡翠六那種 慢慢地滑出去 都還可以 但是你一走 sharp cut出去呢 都... 慢慢地 但是其實翡翠六那個動作 都不是容易的 因為今天那個三點呢 風火戰區下去 一滴都沒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之後 爬馬就留意這件事情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面倒 會帶你這個切籃前置呢 又不是的 那麼... 切籃馬其實都... 不是說特別的... 就是一定是有優勢的 始終是翡翠三 但是呢 就... 不是為了一面倒那隻 那... 都是部速主宰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但是... 泥地呢... 今天就... 內蘭是有些不離地的 都幾明顯 那... 那... 所以放頭呢... 那... 就... 中檔錦會比較好啊 但是泥地真是一波波計的 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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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講完... 其他... 現在... 跟進馬喔... 今次呢... 就是出場的跟進馬呢 其實... 這次... 因為石破天驚是輸了啦 熱倒了啦 就是... 又冷天熱 那就輸了啦 六五冠贏啦 因為競力十足也都是輸了的 狀元球第右口也是死的 然後多多攻區呢... 都是輸了 但是... 多多攻區其實都是... 不是很差的 因為它也是非大灣的 啊... 繼續留意著啦 是啊... 是啊... 那... 就... 但是競力十足呢... 反而我暫時來說是最失望的 好... 那... 就... 就是講了... 今次的事情啦... 首先就... 講一些開心點的事先啦... 拿滿冠呢... 就... 進軍這個經典一理睬啦 嗯... 嗯... 但是講這個... 看這條片完呢... 就首先講一件事先 那... 那... 這一個網站呢... 就叫365tips.com 它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行呢... 就經過了我過去的一個多月... 在我下廣告的其他人的觀察呢... 就發現它們的營工智行的準確程度呢... 可以去到八成的... 而且七日之外呢... 就可以預測到40-60場的速球賽事... 那Best Tips呢...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這個電腦AI自樂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的深入分析雙方的網跡啦... 數據變化... 戰場運用... 基本實力... 最新程度等等不同的因素的... 全部整合員計出出預測的賽果... 那...現在呢... 它們正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七日呢... 只需要20元的美金的... 那記得要把握機會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在... 我條影片下面的Info Box... 那...還有呢... 我會在留言板那裡... 自頂了這條link的啦...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自行... 按一下去瀏覽啦... 那...多謝大家... 那... 那...今次呢... 首先就講這個... 第八場啦... 綠福豬寶貝啦... 今天的正本戲... 二檔就是洛滿冠... 九檔呢... 就是風波戰區... 另外... 要留意另外一個... 就是古冬尼的嘛... 嗯... 六檔... 這次是中華盛景啦... 那...我一陣子呢... 那個節目呢... 那裡就講過了... 哇... 今次洛滿冠呢... 我喜歡他就是... 上次呢... 六檔就給阿蔡的... 兩... 的隊伍啦... 那... 那... 就... 那... 那... 今次呢... 到古冬尼出了一對喔... 這個中華盛景... 和這個... 這個洛滿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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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的地方... 那... 第五檔... 這... 整個... 那... 那... 這處呢... v...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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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 那... 那... 强于风波战区真的善不起 这里他全员走三续 其实步操不是快的 即是他不是很差很差的 你可以说的形势 但他身后那只是黑桃火箭来的 四碟是大头昂 等会散光了 那现在贴蓝三 四只马有三只在三夹 除了放头的胜利位隆之外 英之清第三 洛宛馆第一 接着跌到三号第二 这场马绝对是很典型的私家山pattern来的 那转弯飞出去了 那风波战区大马比那只 飞雷 刚才是最出的 那现在有黑桃火箭更出 大藤王啊 什么三光飞轮都很出的了 那那 前面骑下去呢 这阵风波战区 你以为他一位当网空呢 就有了 没有的 骑下去真的没有 骑在那里 接着呢 铁蓝马尼洛宛等到这个铁蓝的位置 一路骑上来 就展示他应有的爆发力的 那外面找到位置 掉到三号上来 大外当可以留意黑桃火箭 我这次的跟随马来的 就是他的走势呢 是比落满冠 不是比这个风波战区 而且你初出跑过 炎短的前世呢 就只是以一个几马位 输给落满冠 省了位的 我觉得他的表现呢 都挺好的 那那 那说一下风波战区 和落满冠先 这就欢喜冤阶 对错第三次 落满冠就两成 风波战区一成 嗯 落满冠这次之后呢 就基本上确定啦 顾宗明都说明了 会晉军一个竞技一 也都是很好的 schedule 但是最初是1600的了 去到冠冠的 那他爆不爆起 就到时就算了 就另一件事 说真的 要同一四对马跑 但是呢 最紧要就是 嗯 最紧要就是 风波战区 风波战区这场马呢 其实我不觉得 是一只马见了顶的 纯粹呢 就是他形势 真的差得太 所以呢 就 他可能呢 他要跑经纪一理赛呢 就要再跑多一场了 那即管看看赛汉 哪里部署 但我都期待这两只马 但是呢 最紧要就是 暂时也说 那加运材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复出 哈 但是我相信他都会是 就是这个 这个经纪一理赛的主角来的啦 另外一只呢 就一定要想起预保啦 那就 暂时暂时来说啦 我自己会看起预保多些的 那接着呢 就 第九场了 因为呢 就没说完经纪一理的 因为呢 这只叫做浪漫战士 浪漫勇士啦 那今场也都赢得很瀟灑的 升班 第一次转场过来把沙田 七档 起步给左右夹一夹的 五门齐和这个 穿甲婴 那他在了后蝶啦 前面呢 就五门齐啦 都要队啦 那这里呢 就跟着呢 里面团结精神呢 就放投 那外面三只一起放啦 那这里看到五门齐呢 刚才已经有些斗口了 那外面是加州海哥 那五门齐还在斗口 首于第四位都不和他们狠 善大威猛 里面团 cùng 然后呢 盈 有 你死啦 这只叫什么呢 盈 盈 然后呢 那后面又浪漫勇士啦 这个灑民敬 然后就串甲婴 包尾就 那几只是四位起啦 最重要是留意着包尾中间的 外面三跌有何不好 现在转弯的时候 其实这场明显是偏快的 扯到的马弦这么散 这个浪漫勇士 其实这里已经要大力折的 马虎其实不太跟得住 升回来的节奏 这个弯,留意着外面最出的 绿色衣服的浪漫勇士 这个弯真的适当的马虎 他前面也是帅的 而且看到马虎有多生 一推他出去 马自己飘出去 但是一骑下去,他的爆发力很厉害 至于赞运复速 在他身边的形狼明显 绝对是比下去的 然后跟着的屋友,穿甲银出着 坐脚,不会转脚都上来 追得挺好的 但是这次浪漫勇士第一次要打边 但是拍了两边就收脚了 其实看到这马真的很厉害 麦拉发挥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最重要是你转弯前 大力折着他等他上力 也很明显看到千尔 对这马虎是短的 但是他的姿态实在是出色 虽然赚报复 但是也不简单 他今天飞这样的玩 浪漫勇士每场出赛 三次全胜 但他每次都有些难度的挑战 但是这次呢,始终是一只三上北门球马 所以真的很生气 现在67分 他加越赢了这场顶楼 顶楼加9分 都是76分 但是沈泽成说到 有机会晉军冠冠冠的理赛 不是,这个是经典的理赛 但是76分说真的 你不会足够跑 就是报名是怎么都可以报的 適合年龄的 但是呢,就是 你起码要多一个赛 但是就 因为沈泽成就说 三万千尺的对手比较强 也都看得出 马虎的增情了 当然,所以才这么说 但是三万千尺的对手比较强 所以要和他先商讨一下 那我猜最重要的商讨 首先是阿赛那些 那些 那些 升球马 会不会有 他没有哪一只 真的跑三万千尺 最重要的 这件事 那么,还有呢 他扣女包装长盛 其实也有影响 对于这些部署 就是,始终的赛程不是说 过个星期都有 那些 那么,即管看看这只马铁部署 那包装长盛 我相信目标都会永远的理财 但是沈泽成这一对马林 能够帮他带回这个马房呢 那,然后呢 就想看另外一件事 就是周俊朗 周俊朗呢 今天呢 要停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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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抄了两张牌 那,首先呢 第一场那张呢 我觉得没办法的了 那,就是这段 就短一点 只是看他犯规那一刻 那,留意外面 红帽 黄衫 藍衫 那一只就是死岸材来的 那内侧呢 就是红中年马 那这两只马放了 然后呢 他会继续到几只马 这个死岸材买来的 那,留意了 因为前面红中年马 那陈阶呢 一直比处地进 那没问题 足够的 那周俊朗呢 因为转弯了 其实他心急了 因为他现在是四点了 那,转这个弯呢 那,他唯有压进去 然后就是这个红中年马 谁知道压得太急了 这儿呢 因为巴道以前 大兴的灰马呢 就跟得挺贴 就是死岸材的后体 那所以呢 因为他这样压进去 就check一check了 那,就影响到后面四号 这只叫做 柔软大盗check 接着中宽市也check的 那,就这样 所以死岸材的 这儿呢 都抢口了 都不容易控制 因为其实刚才他转弯 铲来的那里 都比多了 那就是 那,就 那,所以这场 最后爆大眼了 那,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场马水准比较低 和意外多的 里面呢 一会儿直楼 都不断地塞车的 那,什么羊羊大盗啊 甚至乎这个蕉羊啊 这些全部呢 都是塞车 中宽少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场马水准又不是很高 那,所以我不会说特别 现在就讲到的 它是晶天之光那些很厉害的 那,那另外一张 L杆呢 就是尾翔 尾翔 尾翔 那周绽洛奇那只呢 就动日升 他有14档 一组流到尾 来转弯 扔到最出 来追 那也能阻止 那,怎知原来就是直路呢 那,留意最出的尾翔 飞到这个位置 那,但是一旗下去呢 其实不是很好反应的 那,那,过渦旁边的 跨道口 和这个几里同声 那,中间就是多多勁区来的 再说下去就是 那,那,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来了 那,这只这样的尾翔 那,明明冲得挺好的 那,但是呢 其实是耐闪了 那,就查到跨道口了 那,就影响了 那,就影响了 那,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呢 因为,说真的 跨道口 其实那组织都已经弱了 那,那,虽然它是 那,当然是吸到别人的跑线了 那,但是呢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影响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有点过烟 那,而且其实这些情况呢 周一时都发生的 那,说真的 那,莫尔拉的话呢 那,很可能又是什么 严厉的谴责啊 那,又是了事的 那,但是呢 那,他这样呢 又要停多两天了 那,整体 那,但是 那,因为其实上季呢 那,周晋乐是 停赛是比较多的嘛 那,所以呢 就令到他 那些出赛机会少了 那,但是呢 那,但今季其实一直有明显的 但是今天呢 这样连抄两张呢 我又没有觉得 至于说 说到周晋乐 有点心不作言 但是呢 我就觉得他是大意了的 尤其是 就是心急了 大意了 那,都是有点不必要的 但是你说这下有没有过烟呢 第十场这下 我就觉得有的 但是第一场那下呢 就真的明显是心急犯规的 那,那就 说完今天的跟进码先啦 12月18日的跟进码呢 因为我选了第六场进码的 例地啊 因为他走不利地啊 而且很硬啊 这个米架 我觉得他现在才是大熟大公棋 接着就是第八场 黑头火治 和第十场动码 其实刚才都看到的 那个弯也挺阔 追得挺好的 那意思呢 但是呢 就... 刚才就说了一件坏消息啦 就... 早几天前呢 已经突然有这些风传出来了 就说这个巴基之星啦 即是现在是巴基用事 和巴基之友的画主啦 啊... 丁山丁志强啦 那就... 啊... 身体就不是很好 甚至说当时已经说过身 那意思 那这些传闻就未经证实 但是今天呢 就终于有传门就证实到了啦 啊... 丁山呢 就的确是空如来风 就并非无因 是啦 就... 的确是... 已经... 因病呢 就过身的 那就... 啊... 祝他安息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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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他那两枚马 其实都为了出赛啦 巴基用事和巴基之友啊 那... 那... 制度上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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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上呢 原来就是... 呃... 只要他家人同意 是可以救跑的 就是... 当然家人不同意呢 就退出啦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但是... 坦白说损失大呢 就... 当然是一个老牌马主啦 他都算是啦 丁山 但是最重要呢 他在近年很喜欢在国际拍卫会 就是马会的拍卫会那里入货的 而且很多贵的 那... 巴基之星本身都是贵的啦 在拍卫会 然后巴基之友啦 巴基勇士呢 也是在国际拍卫会那里出来的 挂钱当然是都不简单的 那... 就是... 所以我觉得... 呃... 可能... 这个拍卫会呢 就... 至此都会少了一个大客啦 那... 就... 通知... 就是... 就是和大家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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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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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非常光阻能 Curt 54 但是我还会记得它... 好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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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多谢,拜拜!